神森凝中站上講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十四號上午 在首相官邸召開臨時記者會 正式宣布最後決定 身為日本執政黨自民黨黨魁的岸田文雄 決定退出將在九月開跑的 自民黨黨魁選舉之戰 代表接下來的日本首相 將不會再是岸田文雄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岸田之前對外說法並不明確 只向大家保證會專注再拿出 執政好成績 雖然岸田有在努力對自民黨內派閥的 政治獻金等問題 做出一系列改革 立憑挽回政治信任 但輿論對政府的批評聲浪 仍有增無減 加上岸田內閣支持率持續低迷 黨內向心裡不強 自民黨重量級人是擔心 若岸田繼續帶領自民黨 下次眾議院選舉 現在的政府將無法勝選 因此出現逼供聲浪 安田文雄自2021年10月起出任日本第一百任首相 三年任期將在今年九月屆滿 自民黨將在八月二十號首次針對黨魁選舉的日期展開討論 岸田在任期內除了積極拓展外交政策 也延續前首相安倍競散的施政 修訂國家安全戰略大幅增加防衛費用 更成功提高日本的薪資 但日本民眾似乎沒有被打動 根據日本每日新聞七月底民調顯示 其成受訪者贊成自民黨黨魁和首相換人當 如今誰有資格接下重責大任 恐怕是日本政壇熱門話題 靜新聞王家正 呂佳涵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